大家好 我们在养护压甲木的过程中 最怕一个问题就是压甲木土长 因为棚井内的压甲木 如果土长的话就会非常的不好看 这个造型非常的松宽 所以我们在养护压甲木的时候 施肥也又成了我们关心的问题 那么怎样控制好压甲木 不给它土长 不给它过度的土长 首先我们给它施肥的时候 一定要选择一些淡元素较低的一种肥料 因为淡元素它是促进植物生长 所以我们给它施一些淡元素较高的肥料的话 这会促进压甲木生长的较快 所以就引起了土长的问题 那么我们应该选择一些零甲元素 偏高的一种肥料 让它生长得更加健壮 又不容易展生土长 零生二斤甲 那么我们在使用零生二斤甲的时候 这个量也要控制好 最好是按照说明素的比例来给它浇灌 这样的话对这个压甲木生长才有利 那么如果是含淡元素较高的肥料有什么呢 就是我们最常见的一种尿素 也就是氮肥 它含氮量非常高 所以我们尽量少用这种氮元素较高的一种肥料 这样的话这个压甲木就不容易产生土长了 那么好了 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压甲木 产生土长的一些原因和施肥问题 希望这些方法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